今天中午的人气话题带您来看到 南投的亲近农场征财讯息 最近在网路上掀起了话题 原名女员工提着一桶饲料 表情看起来怎么很痛苦的样子呢 农场小编在文中逗趣地表示说 这份工作其实很不错 笔薪虽然是两万七 但是有不少奖金 唯独有个没有办法避免的植栽 就是喂羊的时候被羊给踩到脚 还附上了这张照片 引发了网友热议 提着喂食的小水桶 这枚张开嘴巴哇哇大叫 是什么让它面目猙獰 答案就在这群毛茸茸的绵羊身上 要踩大了 蛮痛的 看到有人拿着饲料 亲近农场的绵羊 总是蜂勇向前 急急急 抢抢抢 混乱之中难免踩到人脚 而且几十公斤的重量 实在让人吃不消 而照片中的女子不是游客 而是员工 照片意外爆红 我就是被羊踩到脚 也是蛮幸福的 就是很难得的机会 亲近农场日前发布真彩消息 提到亲近的工作其实不错 有奖金但会有无法避免的植栽 就是被羊踩到脚 报效的言论加上照片 让网友直呼工作人员简直被羊霸凌 因为他们头上都有掌羊脚 被捅到身上很多蛾翅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小便的脚 被踩到也是蛾翅 到了农场之后 我们有各种奖金在赋予 那平均化一个月 大概都可以到三万左右 悲惨的特殊植栽 月薪竟然只有两万七 农场也特别做出澄清 底薪两万七 还会另外加上奖金 农场员工虽然身处 被小动物包围的优美环境 但另类的辛苦之处引发讨论 记者曾如晨南投报导 感谢观看